《敬禾》 徐少驊 是 《夺命闹鬆》这个节目 未夺观众的命 才夺主持人的命 当然 2个多小时的节目 常常给你做到3个多小时 都不愿意收 还有 中间的主持人还不能停止 厕所也不能去 於是就首先奪了我們主持人的腎臟功能的命 然後就奪了觀眾的Data Plan的命 一個節目就燒了一個月的Plan 那怎麼辦呢? 我決定了,奪命鬧鬧要改革 是 要打破網台的紀錄 你想搞什麼? 一集做四個小時 嘩,這麼拿名?大家同不同意嗎? 嘩,怎麼了? 先按了,這是廣告 通常以香港低B的傳媒 任何節日都會說XX快樂 不知道今天有沒有人說清明節快樂? 今天是兒童節 也是兒童節4月4日 所以我今天帶著三個小孩 經過會所派波波 所以今天是兩個節 清明節 清明節反而不會派波波 當然不會 但是清明節也有創意 大家有沒有留意紙紮店 今天我早上經過北角 去買早餐的紙紮店已經開了 我就看看它的紙紮製品 就算是名牌也好 原來也有Hermes 金比的袋 原來金比的袋 現在很多東西可以燒的 現在最新是寵物 今年是寵物 就是燒了寵物 燒給寵物也有 燒給寵物的東西 有九罐頭 我記得有一次我訪問的一個設計師 他收集了所有紙紮的鞋子 他說起碼有四五十個牌子 還有不同款式 你喜歡Gucci也可以 你喜歡LV也可以 你喜歡Ferragamo也可以 如果你學奶媽 就燒Ferragamo 那些如果很喜歡聽時事節目的 就燒個時事評論員 先燒個iPad 燒個iPad 燒個iPad 可以嗎 對 裡面什麼節目都有 不用特意燒個蕭先生給他 燒劉勢良好一點 不行不行 當然是Number One 這個時事評論員 當然要燒個蕭先生給他 但是你燒一下蕭先生之前 一定要燒個iPad 我覺得 要不然燒個蕭先生給他 就沒有iPad聽也沒用 嗯 燒iPad好了 iPad就是什麼節目都有 可不可以要求在一個iPad的臉上 貼蕭先生 我不回答你 經常拿蕭先生來講 說笑而已 當然貼我的樣子沒所謂 大家不用擔心 今天不是兩個人 今天會是三個人 周老闆正在來 周老闆最近都要出現遲到的情況 就是 因為他現在轉成公共交通 是 所以 我想出入的時間會比較久 所以 我想很快 他WhatsApp給我 那時候說遲到 遲到一點點 那時候是七點半 是 今天 今天因什麼事開手呢 今天 因什麼事開手呢 是否清明時節雨昏昏 路上行人欲斷雲 借問酒家何處去 祭殿六四的英靈 哈哈哈 祭殿六四英靈 剛剛從尖沙咀回來 尖沙咀有一個很大的 人民英雄紀念碑 今早 長寶 古 何俊仁 他們都在這裡鞠躬 每年都有清明的儀式 所以 很奇怪 我留意那些內地遊客 以往 支聯會 還有一群癲癲癲癲癲 那些愛字頭 那些 一看他的樣子就知道 爽爽對著大叔 就在那裡 爽亂八糟 但是我猜 今年的清明節氣場 很厲害 通常這些祭殿儀式 就不見到那些人 那些遊客走過 他都會去看 內地遊客 其實他知道是什麼 因為下午有個公開講座 有些內地遊客也有聽 所以就完全沒有效果 這一陣子 不要說今天 清明節的氣氛如何 我覺得這一陣子 整個氣氛都很差 很差 低氣壓加潮濕 真的濕熱 又濕又濕 這瓶酒 某個程度上 又是被他冤枉 當然是被世良冤枉 又說我上個星期 因為去喝酒 就來不了 就要我撻兩 兩箱 用個字 撻兩箱走過來 這樣 兩箱就撻不到 就撻了一瓶 坦白說 現在去喝酒 沒理由拿橙 也沒理由拿美點雙輝 我想現在也沒理由美點雙輝 現在橙也沒有 也有的 也有的 還有橙 但通常主人家 都會把大箱的酒 紅酒 現在喜歡擲 通常都喝不完 所以叫你成飛 但那些 說真的 通常那些酒 你撻來也會浪費 順便撻多一瓶雪碧 回來偷 好過 這樣就差不多 這瓶酒 是什麼呢 那個橙區叫Francac Francac 但我之前沒喝過 這瓶酒我喝過 那時候我約了一個老朋友吃飯 你也認識的 也約了 也約了Francac 但那天他沒有空 Francac 一旦帶了一瓶酒 我就馬上去 地埔 介紹一瓶酒 要好喝的 就買了這瓶 Francac 帶了那瓶酒 就是列級酒莊 嘩 很棒 然後我也很擔心開這瓶酒 好像比下去 貼了 但我教你一個方法 誰知 誰知喝下去 竟然 也有得比一下 而且 不過它的差別在哪裏呢 它的差別就是沒有變化 從頭喝到尾都是那個味道 但是 Philip那瓶酒 就由第一瓶喝到最後的一瓶 就是有變化 我覺得這樣 要有一個 要有一個方法才行 通常 對家帶 博多 或者 左岸酒 千萬不要帶法國酒 是 因為 人給人 就給死人 如果別人拿一瓶一級酒莊 或者是鬧氣 我們會很大 所以 最好 就算去買也好 買一些 Sankara酒莊 Sankara產地 南非 其實坦白說 如果你買一瓶智利 或者是阿根廷 他們自己獨特的奴弟子 例如Moubert 那已經可以 三百多三百元的酒 已經很好喝 隨時可以抽下那些法國酒 但是它自己獨特的奴弟子 例如西班牙也是 西班牙有些很獨特的奴弟子 其中一隻叫做Granach 好像是西班牙奴弟子 有一隻叫做Metampurindo 剛剛我們有一個聽眾 從西班牙回來 叫做Eric 他送了一瓶酒來的 下星期我們開來喝 他原來在一個西班牙海外的一個島 那裏做餐飲業 我的聽眾真的厲害 那個島 近摩洛哥 就不近西班牙大陸 就是伊比利亞半島 原來飛去馬德里也要飛兩小時 他就邀請我們過去 有空可以玩玩 你還沒過去嗎 全天都是陽光海灘 全天都是陽光海灘 這條好橋的意思 就是家裡買一些名不見經傳 又很難買得到的 於是有故事嗎 我經常說 其實拿走出來最重要是有故事 當然 像上次這樣 神之水滴第三門圖 還沒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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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有條橋的 話說某名嘴是這樣的 以前叫龍子行 連卡佛那些大減價 總有一些賣不去的商品 就減到一半以下 譬如瓷器狗 你記不記得 連卡佛 總有一些這麼高的瓷器狗 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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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買的 即是幾千元隻 那些瓷器狗 然後連卡佛大減價 三分二或者減三分二價錢的時候 就掃一批回家 然後就拿來當禮物送給人 收到 收到 收到就想打獲牠 送瓷器狗給人 曾幾何時 香港八十年代 我想都輕鬆的 所以另外一個方法 就像你這樣說 如果喝過可以的話 大收入 那些名不見經傳 說他都不會的 但是最重要是自己喝過 最重要是自己喝過 最重要是自己喝過 例如你說 特別是中環的餐廳 因為他沒有回頭客 遊客生意 特別是記住 遊客生意的那些餐廳 那個紅酒mark up 是四倍到五倍的 即是一支一百元的酒 你在餐廳開是五百元的 是啊 因為他沒有回頭客 所以你去美國也是 如果你去拉蘇維加斯 那些也是沒有回頭客 那些是貴得很厲害的 所以有一種買酒法 有些人說 為什麼還沒有入政題 那當然是 儘量先等周老闆 這裡也是這樣說的 回應你剛才所說的 其中一種買法是什麼呢 你去一些漂亮的餐廳 然後選一支 在他們的Wine List 在他們的Wine List 因為通常他們的Wine List 是經過一些懂得走的人 去挑選的 要不就不光顧其中一支 或者就算不光顧其中一支 就算不光顧其中一支 你就記住它的名字 或者拍照 然後就上去一些Apps那裡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酒在香港買 有些酒在香港沒得賣 如果你剛巧選一支 在香港沒得賣 就沒有了 最嚴重的是 原來在餐廳的Wine List 越便宜的價格就買得越厲害 因為他們知道你們有便宜 在Wine List裡面 最便宜的那支澳洲酒 可能都要500元 那些衝大頭鬼 追女的那些 已經去到騰騰陣了 一看Wine List 動一下都過千 不如買一支便宜 買一支500元 誰知道賺得你最厲害的那支 那支賺得最厲害 而且那支在超級市場 是賣50到80元 那一刻你才麻煩 讓你的女朋友發現了 那支超級市場酒 你真是麻煩 以後都沒有運行 以港女的標準來說 真的 所以一定要認識一點 認識得多就不好了 我覺得 因為香港自從取消了紅酒稅之後 貿易的數量很厲害 現在差不多全世界 什麼酒都可以買 我見過烏拉圭 南美洲很多產區 很多國家的酒 現在都有的 譬如希臘 匈牙利 匈牙利 匈牙利很出名 這個牛血的紅酒 香港都有的 上次 那支是燈 那支是布加利亞 不是 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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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羅 EURO 那個產區 這個就是 葡萄牙酒 是很出名的 其實葡萄牙酒 和西班牙酒都很出名 都很出名 因為 坦白說 我們其實不太了解 葡萄牙這個國家 其實歷史很久 曾經是一個很強大的海權的國家 否則也不會拿澳門到殖民地 這麼遠走到過來 但是越來越多人 會喝葡萄牙酒 所以它的價錢 其實以前很值得喝 我比較喜歡葡萄牙 我反而喜歡喝白酒 白酒 你試試吧 將來有機會 很多時候白酒 你說德國 德國白酒 你喜歡喝甜甜的 那些 德國也很好 但是 你試一下 有機會 如果去葡萄牙 先去葡萄牙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不知道 它會不會出口 是否厲害 因為為什麼呢 你去到葡萄牙 任何 怎麼一瓶白酒 便宜的都很好喝 哦 我們終於拋棉波鐘了 哈哈哈哈 就說一等你 我們就在那裡 只出去喝酒 是 那些人說 我們現在的節目叫做 對 先喝杯 這個就是 無論什麼原因也好 世良曾經說過 慶祝臨臨做了這個 青年事務委員會 是 但是做不到主席 好像都是青年事務委員會成員 但是今天我想 一開始也要先說一些很火滾的事情 好啊 兩單 一單就是這個 真白色恐怖 話說就是 其實我也認識幾個朋友 傅斯克 就是網上 我想是 《時事評論》已經寫了十年了 已經是 那我就一直 我想 都 我想 特別是在一些 學校 中 學生 還有一些 老師的 community 裡面 都很受歡迎 我都看他寫的東西 其實 他又不算很激 但是 有理有據 在《七警案》寫了一個評論之後 就給了一些 深紅的組織 我可以這樣說 是中聯辦下面的群眾組織 去對付他 包括 聲稱自己的記者 就去學校 說要找他校組的房 甚至去到他校監的醫務所 是一個醫生來的 就踏進去 就要問他為什麼 縱容這些老師社這些東西 然後 庫斯克就封了他自己的Facebook 最近宣布 不在Facebook發表文章 如果大家看他寫 他就會在基督教 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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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錦雄 李錦雄那邊 那邊的《時代論壇》 我都在那裡寫過 很明顯 那份文章可能是一個星期出一次 還是一個月出一次 周報 一個星期一次 我想 也沒有那麼大影響 但他寫那裡 我想他的意思是 因為《時代論壇》 它是一份宗教佈置 所以他裡面有一些 可能寫宗教的東西 信仰的東西 生活的東西 我想 傅斯克 他說 在《時代論壇》 會繼續寫 未必是寫時事的 未必是寫時事的 但是為什麼要說這件事呢 我覺得這是一個 會有一個立竿見影的效果 是會影響到很多 平時在做《時代平民》的人 他們都會看到 這招德納 記住 最先是對付藝人 然後是林衛詩 教師是林衛詩 但是其實 你可以說 其實這一種 先說這一種 這種政治迫害的模式 好像我們這些 叫做自己生意的人 很可能 相對來說 因為你是自己的老闆 他動不了你 他動不了你 但是也會動到你的生意 你的生意都會動到你的客人 被人動了 我們已經輸了 你也是 你也是 如果你是打工的 就像庫斯克那樣 就向你老闆施壓 就像藝人一樣 之前不是有一個周子瑜的嗎 大家記不記得嗎 黃安在告發舉報 他說他拿著台灣國旗 於是就要被迫道歉 還有一些假新聞 徐若圈那些都是假新聞 他不知道去東京發表什麼 感謝日本人 假新聞 還有大立人 電影都拍完了 拍趙薇那部電影 然後就投訴他 為什麼你用一個支持台獨的人 去做你的電影的男主角 於是要重新拍過 大立人還要公開 我為了自己的行為 覺得很協議 然後又說 他們這樣再重拍 我覺得完全合理 你覺得 不像李澤佳的訪問嗎 李澤佳的訪問就是 之前我不認識到 原來中央信任不是這麼重要 我現在終於知道了 你跟李波認罪有什麼分別 大哥是李嘉誠的兒子 居然都是要這樣 你想想 現在恐怖到什麼地步 你不要說庫斯克 李嘉誠及李嘉誠的兒子都要這樣做 現在是 你近年的惡化情況是很厲害的 包括那個男歌手叫張敬軒 張敬軒也是 張敬軒也是 張敬軒拍好了 覺得中國好聲音 那些垃圾的比賽 又因為他支持散雲的言論 然後又是要勾了他之餘 張敬軒又要出來說 我是中國人 我反對港獨 要說明 大立人都是 所有的人 如果你要繼續 在你的行業裡 要工作下去的話 那你還是要說一些說話 但是你這樣說的話 都解決不了事情 他會繼續去 叫做杯葛你 其實我想起我剛才跟徐少華說 昨晚 因為今天放假了 我看了一部電影很夜 這個馬田士高西斯的《沉默》 《Silence》 我推薦大家看這部 這部電影一定不能收得 因為是一部很religious的戲 就是剛才跟徐少華說的問題 說十七世紀兩個人 在澳門去的耶穌會 的神父去日本傳達 而當時日本的大名 就是限了禁教令 凡是傳教的 都要殺 信徒就要逼棄教 不然也要殺 還要用酷刑虐殺 消氣又有 釘十字架 扎著放在海裡 被海水浸死又有 總之用盡各種方法 然後他有個方法 叫做踏繪 就是要你踩到耶穌的像 在他們面前 證明你棄教 就是道歉 跟李澤佳 張敬軒 剛才你所說的那些都一樣 這些叫做二十一世紀的答繪 最終的掙扎就是神父 究竟 他是要殺日本的信眾 來逼神父棄甲 神父本身是想壯烈犧牲 但是他看著他的信眾 要這樣殺 他不殺他 要給他看 是 最終他都說 其實你們踩吧 叫他們踩 叫他們不要信教 他自己最終都受不了 他自己也踩了 踩到耶穌像裡 當時他祈禱的時候 他說為何我相信的上帝 對於這些事都沉默 當然最終他沒有棄教 最後他死了 他改了日本名字 不再傳教 最後他的遺體火化的時候 他的手就拿著十字架 那就是傅斯克說的 他不搞你 他搞你珍惜保護 搞你珍惜保護的人 我就說這些人賤到這樣的地步 而其他人不出聲的話 我都更賤 你不黑劍那些 林鄭月娥說要彌補這個社會的裂行 在你當選之後 到現在這個禮拜發生的事情 你自己看不看到呢 所以我就說任何一個聲稱 是獲邀進去泛民進去政府的人 我覺得只有一個選擇 說NO 因為這個是繼承梁振英路線的人 如果你不公開跟他劃清界線 我就當你是 所以看到他搞人的方式 是很不同的 譬如說是傅斯克那些 你就看到他 我搞你不行嗎 譬如說我搞你不行 我就搞你身邊的人 搞你的學生 搞你的校監 令到你其實 我不覺得傅斯克是因為這樣 一定是他跪低的 大哥你搞到我學校 那怎麼辦呢 你搞到我學校 搞到我的校監 那這個 校監可能是好人 這個代價我負美 可能校監一直對我很好 還有可能可以保護他 是很不同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樣的 就是說有些人也會覺得 唉你為何要跪低 對一些所謂的 受到一些政治迫害的人 對他有一種的要求 就是他覺得 喂你幫你站著 信教 信教 但是現在是搞周圍的人 大哥 你怎樣去什麼 就是每個人可以付的代價不同 第一 第二 我經常覺得 當然我這樣說 我也有感而發 就是說 這種場面 對我來說當然是似曾相識 我覺得 也是那句 就是說 其實每個人在一個處境之下 每個人可以承受的代價都是不同 嗯 有些就是說 你把刀行在我的頸上 我是可以不屈服的 但是你行在我旁邊的人的頸上 我就沒有辦法了 即是你好像司徒華那樣 最後他自己孤身一人 孤身一人 就是沒有子女 沒有結婚什麼都沒有 所以很痛的 被你握手 最慘的是神父都是這樣的 哪裏有子女哪裏有家庭 就是他搞一些信眾 他搞一些信眾 有些信眾是願意為他去宣教 是願意為他去宣教 是願意為神父去宣教 其實不用說這部電影了 這些情況在大陸 不時都發生 要看流行 是 他為權人士就是 他為權人士 教會 其實都是 每天都在面對這些狀況 我覺得 不只是去討論這件事 我們一定要將現在過去 我去梁振英一路 所積累下來的這些 這樣的惡行 一鋪過要和林鄭攤牌 任何如果受邀入去政府的話 如果不是我就當你是 真是2.0打你的 7月1日大家在街頭見 你無謂大家在這裏 如果我給了一個民望 給了一張卡 你撈完之後 你就當了我有泛民支持 然後你做回同樣的事情 就更糟糕 如果是這樣 所以我就說 這個不是一件小事 你現在看到梁振英 是一路會再瘋下去 我覺得 這三個月 其實我自己覺得 無論是民主派的議員 政黨 或者是傳媒 其實在富士一這件事上 我覺得都要問林鄭 問贊於林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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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現在 選之後 你所說的 其中一個很主要的 就是彌補的撕裂 現在 除了阿富士克 一會兒我們會說的 就包括了 吳民怨 陸族理議 建宗地步 建宗地步 起訴 這些所有事情 一會兒我們繼續談談 為什麼我經常覺得 有很多人有錯誤的概念 包括我身邊的朋友 有錯誤的概念 你經常吃鹽魚抵得渴 就像富士克那樣 犯法你就是什麼 像富士克那樣 他覺得 先講清楚道理 你作為一個教師 拜託你就不要這麼高調 我想先講清楚道理 我們所說的自由當中 其中一件事情 叫信仰自由 不只是宗教信仰自由 政治信仰自由 富士克這件事情 其實是 提供了過去之前 有一個叫陳文敏 他做副校長這件事 雖然當時香港大學校委會 沒有用這個來DQ他 但是其實真正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 文媒報寫光 寫光了 但是他不能說出來 因為大學的聘用條件當中 你是不能因為一個人的政治信仰 就DQ他 但是現在你看到香港各行各業 都在謀殺我們的政治信仰自由 原因就是他用政治來畫線 這個就是社會撕裂的原因 就是梁振英及其黨羽 包括西環 就是用政治來畫線 包括共產黨 是縱容這些人用政治來畫線 好了 到了一個地步 大學副校長就先問你政治取向 如果鄭國漢就可以了 因為你是反佔中 你是藍絲 鄭國漢現在就做了領南校長 隨時可能做官 就是這樣 盧寵茂嗎 行了 就做了深圳的廣大醫院的負責人 然後用這條線去畫 那其他支持佔中 爭取民主那些 馬岳 蔡子強 都不會有運行 已經去到這個地步 我們說梁振英路線是什麼呢 不是說社會撕裂 是說具體每一樣 剛才我所說的發生的事情 其實是現在還在發生 如果你說你不是梁振英2.0 好吧 你說我不知道 余約拘捕佔中人士 那我想問你林鄭月娥 你敢不敢公開和這種管治的手法 劃清界線 如果你不公開劃清界線 就是說 鄧小平復出 如果不是徹底否定文革的話 那些人怎麼會支持他 是不應該支持他的 如果他是繼承華國鋒 繼承四人幫路線的話 現在就是香港過去五年的文革 我想梁振英之前 反而給了好牌在林鄭上 之前林鄭提出要取消TSA 7月1號之前 7月1號之前 是的 我的牆是 7月1號之前到你 他現在可以大條到你 說我現在說什麼都沒有用 就是林鄭 我都沒有用 現在的牆是她 那牆是她 但你要表態 你已經不是政務司司長 你是後任行政長官 如果你的政府不是跟過去五年決裂的話 是徹底否定過去五年香港民意的要求 支持曾俊華很簡單 就是徹底否定過去五年 那種以鬥爭為綱 以政治劃善的方式 各個機構 由大由政府 社會鬥爭 一直到每一個機構 每一間學校的鬥爭 但這種還不是文革 如果你說這種不是文革 什麼時候才是文革呢 如果你不劃清界線的話 坦白說我覺得 對不起 你是好人都好 我當你是賊蛋 還有昨天才是 我們聽到真是火都來的 就是這個聯國強 先說要加仁 因為要面對將來 即將會要捉獄的檢控 心中啊什麼鬼啊那些 還要請多8個律師 和2個資深律師 即是請多10個律師 強國元就要找數 我告訴你 你不要以為出去 躲回去 TEMPO TEMPO 是的 是德庫道的TEMPO 好像是 哪個都有份的 Ronnie Tong 我們都在那裡 好像是 這間大行 你就可以繼續做你的 賺大錢的律師 我告訴你 這條數香港人會問你找的 不過找的方式 到時大家要怎樣做 我想說 這個也是富斯克先 一會兒我想 很多道理真的要講清楚 這一個的林鄭 就講白色恐怖 你覺得呢 在網絡上面 就是批評一個 就是一些網民 在網絡上去批評一些 可能公眾人物的 留言而已 你叫做白色恐怖 富斯克這個絕對是白色恐怖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經常說白色恐怖 是什麼呢 是一個叫做 當權者 去用一種的手段 去壓迫一個無權者 然後要令他屈服 要有結果的 現在結果是什麼呢 結果現在就是 阿富斯克不能夠 去表述他的政治信仰 第二 有些人說 喂 如果不是政府迫害他 你要知道 現在香港的情況是什麼呢 那幫幫港出聲 根本你不可以當他是無權者 他根本就是當權者 那個的刀手 他根本就是屬於當權者 去打壓異己的幫兇 所以你要明白一件事 這件事絕對是一個白色恐怖 是當權者手臂的延伸 手臂的延伸 手臂的延伸 真的是 川堅偉一樣 我說道理要說清楚 富斯克這件事絕對是白色恐怖 剛才提到的道理 第二 每一個人 每一個公民 其實你不要管他是教師 醫生 會計師 還是什麼 我都不是一個專業時事評論員 我做生意的 每一個人 如果你是一個公民的時候 你是可以就政府 就政治的東西 發表你的言論 你的見解 而不應該是受到任何的代價 punishment 的代價 其實他想達到一個寒蟬效應 作曲的 你的歌聲要回大陸 沒有人找你做的 出聲 你不要說城寨 商臺也不要做 所以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 連中國現在很多人 連那個什麼 做開一套劇 突然間忘記了一個名字 都很出名的 張國立 張國立 好像張國立 他是政協還是人大的 政協很棒 在政協會議裡說 你不要在我們這裏的意思賺錢 然後 反對我 中國飯 扎中國 我現在吃香港飯 我不是吃中國飯 就算我吃中國飯 不代表我不可以說一些說話 是你中國政府做的一些事情 我不認同 我不說出來 他現在就是這樣 南韓已經是 我告訴你 這件事有後遺症 南韓跟著向這個世貿組織 投訴這個中國的話 是有後遺症的 你根本上 共產黨的作風就是這樣 政治上鬥人不過的話 就用其他的手段 迫害人家的家人 用經濟手段 打爛人飯碗等 韓國佬不容易跪下 就算濟州搞到現在拍攝好英 遲些香港人都要組織了濟州團 真的 你這個 中國人的邏輯 我們都說 好像韓韓所說 全世界只有兩種邏輯 一個叫邏輯 一個叫中國邏輯 現在就是這樣 連我們香港人當中 都是覺得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這個是 出小句聲就沒事了 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中國人很多時候 連香港人都開始慢慢習慣 一種這樣的想法 就是說 你就出小句聲 就是這樣 還有我覺得這種 這麼多年沒有改變過 其實是由秦朝的商鞅變法 所謂連坐法 法家思想 幾千年都沒有改變過 就是呢 就說罪不及妻儀 其實就是專門找你妻儀僕手 其實現在也有人敢跟我說 徐少華 你不想自己 你也想想想你小孩 即是第二天有一個你這樣的老舊 就是沉默那部電影所說的 其實就是捏你所愛惜的人 其實就是 富士特一模一樣 他就動你那些你最愛惜的人 結果你想想 就是對天主教神父 他已經決製終身追隨這個宗教 結果就是要他自己 踩一腳去他的聖像 然後終身抬尾頭做人 你試一下 香港也是這樣 所以我說李澤佳希這些 現在最近追求一條新女兒 一個這樣的過氣講者 好像是 大佬撇了她 這是男人來的嗎 這樣站在電視前面 你那個女生撇了她 當然了 站在電視前面這樣認罪 那我寧願追求李波好過 是不是呢 起碼是李波做過的東西 出版那些書 大家都值得支持 你都沒有錢 大哥還是男人來的 你說香港人 沒有腰骨要跪在這裡賺錢 去到這樣的地步 那就是抵大陸人踩你 不要緊的 我是女的 我要她的腰包 不要腰骨 沒有都沒有所謂 最多叫陶傑 給她兩包海九寶 但是真的 我覺得 到了今時今日 你看到 我之前寫過一篇文章 叫做《惡君是如何煉成的》 就是 你看到現在香港的情況 就好像我們粵語長片年代的時候 就是一班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 那些叫做古代的時代 好人給所有人出賣她 壓迫她 就是我們身邊的 全部都是一班爛坦 喂 真的 我說那時候 有一個叫吳斯寫了一篇文章 寫了一本書 潛規則 潛規則 那時候看回中國的歷史 都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皇帝派出的神子 全部都是爛坦惡棍 太淡了 全部爛坦惡棍 去到 都不是解決問題 是魚肉百姓 是魚肉百姓 他覺得 為什麼中國的歷史總是這樣的 是不是這個世界 真的有這麼多惡棍呢 不是 因為這個制度裡面 好人都變成惡棍 沒錯 他說制度上 就是好人都會變成惡棍 清官都會變成一個探官 因為你生存不到 生存不到 海瑞 為什麼整個明朝的官僚層都會排斥海瑞呢 因為它不收水 不收水 怎麼生存呢 還要說道德 又說氣節 所以就變成一個怪人 就算你現在在香港也是 在特區政府 你做海瑞也會死 你不去簽反佔中 就變成狐騷 就變成他的政治罪行 上個星期就是 那些惡棍 我們全部就可以扶搖直想 我告訴你 一定升官 是 這個周蓉 一會兒我們講的 it 綜票 那個什麼 楊全勝 楊全勝 在我們it界真是呼風會 大哥 那現在吳慧明好像是前海的 ceo 是啊 大哥呢 但是之前的醜聞是多到無論 但是這些人是可以 沒所謂的 好像還沒搞定過學歷 阿創成 好像是法會議員 還未搞定他的學歷 這些人全部都可以在建制派 跟港英政府很不同 你試試說譚慧珠 譚慧珠有一點利益衝突 立即拘捕他下來 他糟糕再不是因為一周刊報道 他交知會和家裡的士拍 他打電話給邵逸夫 現在叫TVB新聞部不要出這個新聞 是這樣令霍德大怒 是炒他魷魚的 譚慧珠才變成投共 本來是三了議員 當時組織的政黨 例如麗進會有百多個區議員 差不多比現在的民建聯厲害 結果 只不過是打電話給邵逸夫 英國人就DQ他 這些就是政治道德 但你現在想想 柯創成坐在這裏 他說別人搞錯他 不關他的事 還有那些鄭琴淵 那些 然後找了一個平機會的 為了六千元的平機會主席 指導他去國力拿學位 你想想 整班人是甚麼 這些叫做學歷種票 跟選舉種票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整班現在所謂的IT種票事件裏面的所謂的出現過的名字 是全部有份的 就是剛才你說國力 菲律賓那些大學的假學歷事件 這些楊全勝 洪惠文 全部都是有份 你追得外賬嗎 我平機會主席 我就指導國力 收六千元一篇博士倫理 我就坐在這裏做平機會主席 你那些港英餘業 全部都摸一摸 最聰明的就是林大輝 一轉太就做體院主席 一轉太撐奶媽就搞定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制度 整個incentive program 那些人和制度 使得那些惡棍會越來越多 正在扭軟 清官 原本起初都可能有正義感 但是呢 你看到今天的形勢 喂 這樣不行 我如果要為了生存的話 不如我把那個陣營放進去 就是這樣 一類就是叫做港豬 只懂得罵港豬 第二就是說 港豬不值得為他們 我們移民 這些就是浪費氣 其實移去外星 最乾淨 也不用眼淵 第二就是不要管那麼多 其實這就是正正對方的目的 你最好走了 第一 第二就是你最好說 以後我不管那麼多 那我就說 他有一個寒蟬效應 傅斯克這件事 因為很多在網絡上面 活躍的時事評論的人 都是教學的 包括在大專和中學裏面的教師 中學教師 起碼他受過大學的學歷 也都是通識科的老師 他正正就是覺得 我動不了通識課程 我就會動你的通識科的老師 根本就是夾定的 那你唯有就是什麼 最終大家就不出聲了 所以我就說 很多人對這件事 調以輕心 我覺得是 對傅斯克這件事 有一點點麻木了 我覺得這件事 比較重要 其實對所有事情 調以輕心 都不出聲 不論是對於 就是 那個 水局事務處失蝕 電腦不見了 那件很偉大件事 然後是 對傅斯克事件 甚至乎 捉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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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消費被捉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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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傅斯克其實是同樣性質的事情 但是你看到現在社會上的反應 就真的開始我覺得是這樣的了 有一點點覺得 預算了 也是這樣 於是現在的反應就是在坊間很多人說 總而言之你不要說那麼多就算了 結論竟然是你不要說那麼多就算了 所以我就說政治的問題 當然是要政治層面來解決 政治層面解決的方式 我覺得就是在下任的行政長官身上 你說不關你的事 對不起 香港市民不是這麼看的 這些事情 如果就算你今天未在位 未掌權的話 你也要清楚表態 就等於鄧小平復出他徹底否定民革 當時他也不是所有權力都拉在他手上 所以我就說如果香港人對過去幾年心痛惡絕的話 如果不是很簡單 我告訴你 這個熱廚房是不會有好人進去的 就是有責任 受託於市民 以後不用談了 你想一下 舉例 現在你有求於我嘛 不是我們求你 比良正已經搞了那麼久 是不是 已經搞到麻木了 你又埋不到班了 你這麼辛苦了 你想一下 很簡單 如果現在這樣的情況 你任何民主派的人去做了局長的話 必死 然後接著發生傅斯克事件 舉例 如果舉例 你做了教育局副局長 你做了教育局副局長 你做了教育局局長 敵志遠就沒問題了 我知道他會怎麼回答 建制沒有問題了 當然是西環友 羅志光 羅志光 你當了教育局局長 那你怎麼回答這個問題呢 傅斯克這種情況 如果林鄭 我不評論過別事件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原本想著 找民主派的人去掩蓋你的腳 這個效果是沒有了 沒有了 你變了蕭芳芳 不是 因為那些所謂的民主派的人 他已經變了僵喪屍化 他進了政府 被喪屍罵了一口 你看施殺列車就知道 那他就罵了一口 變了 他就變了 然後他就這樣 所以今時今日 你如果確認不到 所謂的溫和路線 吹和風的意義 那個意義是哪個 沒有啊 原來大家是FF 是更衰過梁振英 未DQ之前 你想想很簡單 佔中 當然大家預料了自首 去認非法集結 原來那個律政司 仆街道是這樣的 可以找一條 叫做防妖罪 防妖罪 還要是煽動 防妖罪 普通法下的防妖罪 而不是那個所謂的簡易自罪條件 有分別的 我告訴你 在普通法下面 等於告防潰 還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他先告曾蔭權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但是他告防妖罪 竟然連最重要的證人 李國寶 都沒有做盤問 沒有採證 沒有上庭 好了 你想想 根本上他就自在用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去釘死他 而這個是普通法下面的 19世紀英國的一條 一個普通法的案例 還有是非成文法 什麼叫做非成文法呢 就是沒有一條條文的 說你犯 防妖罪就不是 寫得很清楚的 是什麼行為什麼行為 這次的防妖罪 是一個非成文法 過去很少用來去告人的 不是 沒試過 是很少引用的 多數引用的就叫做非法集結 就是一條成文法 他本來是告你那些小販 521好像都是告非法集結的 非法集結 多數是非法集結的 試過用防妖罪 未經規準集結 是的 這次我 因為第一節我們應該要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我們說一下所謂的防妖罪 去告佔中人 背後是有政治考慮的 你平時吃不吃咖喱飯的呢